先拍照 到這裏 1 2 3 今天很開心 這是我的作品慈善音樂會的Part 2 因為上一次的反應很好 希望今晚和朋友一起繼續做善事 用音樂去講故事 還有今天除了有漢陽和Amy之外 亦都有我以前在赤柱Busking的Angus 加入在一起 所以都很開心 還有Amy的監製 今天很感謝她令到今天的節目很新鮮 其實大家不要留意 其實漢陽之前他三場演唱會都是我做監製 我自己的演唱會 還有之前我跟他兩場 我跟他一起開的 我都是半個監製兼導演的身份 還有之前在赤柱Busking的演唱會 我也做導演 所以不是第一次 所以也有一點經驗 少少的經驗 沒有啊 其實我也是聽監製說話的 監製選了一些很不同的歌 會有些新鮮感 其實我這次主要選 完全不是在歌手自己的角度去選 不好意思 我這次真的站在Wendy的角度去選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唱他的作品 因為說明是他的作品 我自己因為 其實Wendy寫了很多歌給我 所以我自己有很多歌 都是我跟他合唱的歌 都是Wendy寫的歌 所以就變成合唱的歌比較多 還有今次的音樂會 才發現我們做了很多電影 電視的歌曲 還有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今次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Busking和Angus 其實我們是很多年朋友 有的了 那能不能玩幾年呢 說一下說一下 是22年前 我們在赤柱大街 成立了一個街頭音樂組織 每逢星期日 在赤柱大街玩了三年 在赤柱大街 我那天才找回一些舊相 大家都不敢相信 沒事的樣子差不多 只是有少少分別 還有今晚也有些歌 是那時候在赤柱的時候作的 現在有說話 幾天由認識最久的漢陽 認識最久的漢陽 那 Wendy是一個很乖的女生 那 她寫歌的那些 都是感覺 在我來說很平和很純的那些 那 那 整個人表裡如一 應該這麼說 還有這麼多年 基本上是沒有變的 所以 祝你開心心 都是 Angus 我覺得 Wendy以前少說話 其實我有時候會覺得她比較兇 所以我不是很敢走過來 跟你說話 竟然 是的 其實我是有少少沉默寡言 是的 我自己認識的Wendy 是她 是真是一個很乖很好的女生 很遷就人 但是 有時候太作得人 反而有時候 我覺得她忽視了想自己 所以我這次的Show 是不斷看著她 你才是主角 你這次是主角 你是主角 你不要把焦點放在別人 還有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Wendy 我有爆她的東西 其實我今天的Show 我也等於安排了來爆 就是 其實Wendy 在之前 曾經是天氣報告女郎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我今天 是沒有給她的影片 去看 看之下 我將她呈現了 在今天Show的影片 希望不會嚇Wendy 一跳 希望不要彈錯 我是 希望大家一起 用音樂去做慈善 還有今晚 除了我們有 很多歌手朋友之外 也有學生表演 希望大家可以 在聖誕之前聚在一起 二三年的話 我在外國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這幾年 其實生態 很多 business 那方面都不同了 我覺得是 我很享受學多了很多東西 還有在管理那方面 所以 希望未來這一年 都是多些去搞一些 或者再大型一些的 project 做多些慈善 又去 學多些音樂的東西 是的 我二三年發生太多事情 轉變很大 中年好聲音 是的 中年好聲音 參加完比賽 就 有主題曲唱 有很多活動 所以 想像不到變化得太快 Amy先 你先 我希望來年作多歌 還有 接下來 我和Amy和漢陽 都有首 很有意義的電影的主題曲 希望大家都喜歡 二三年 我的總結 其實 我都沒有特別的總結 因為我覺得 是經歷過 真的經歷過幾年疫情之後 很多心態都不同了 我自己反而現在很喜歡 很多時間 是享受自己的時間 還有我反而真的會 用多些時間 是和家人一起 因為 這三年 我都看著 原來老人家都老得很快 那我就自己擺多些時間 陪他們多些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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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這 我們 我們 收聽 你想想 回家